大家早安 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 我们受到谭美台风外围环流 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 在基隆北海岸宜兰这边降雨 已经非常的明显 而且有局部超大好雨发生 我们预计在今天这段时间 由于台风外围环流持续影响 东半部还是会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出现 我们先从累据雨量图上面 来看到这段时间的降雨 从累据雨量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明显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 双北地区 宜兰以及花莲地区 其中在基隆北海岸 宜兰跟新北市局部地区 其实累据雨量有超过500毫米 目前最高的累据雨量 从23号累计到今天早上10点 是出现在台北市的晴天岡 阳明山山区 累据雨量已经来到1188毫米了 另外是在宜兰的南澳的山区 也有800多毫米的累据雨量 而基隆市的暖暖 累据雨量也突破到600毫米以上 我们预计随着今天东北气风 会逐渐的减弱 开始是改由东南风 也就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为主要的降雨的原因 所以在基隆北海岸 宜兰跟大海的这边的降雨 会在今天上半天开始 逐步的缓和 因此气象鼠呢 预计会在今天的11点前后 解除大规模豪雨的强化预报作业 回归到一般的预报作业 不过我们要提醒 这只是降雨的剧烈程度稍微缓和而已 在东南风影响底下 东半部恒春半岛 还是容易有大雨或好雨出现 我们从雷达回坡图上面 来看到目前降雨的状况 可以看到 目前由于开始改水 比较偏东南风 所以比较多的回坡 以及降雨的讯号 是从东南部的外海 慢慢往东半部陆地移进来 那在过去几个小时 一个比较强的降雨区域 是出现在宜兰这边 有比较强的对流云系通过 所以带来了比较明显的试量 不过随着对流云系 逐渐的北移减弱 整体的降雨有逐步趋缓的情形 现在反而是在花莲 台东到恒春半岛这一带 对流云系发展相当的旺盛 于是预料在今天的白天 也会变得比较明显 所以从目前的定量降雨预报的 趋势图上面 我们会看到 在今天的白天 在北部以及在宜兰这边的话 降雨上尤其是在北部 有明显缓和趋势 不过在东半部这边的话 其实还是容易有局部性的大雨 或是好雨出现 宜兰这边降雨还是比较明显 不过在花莲台东恒春半岛 尤其这些地方 可能降雨也会变得比较明显 甚至会比昨天 还有还比较大的区域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东半部金融北岸还是要留意 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好雨 这样子的降雨 到了今天晚上会逐步的趋缓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半部 其实还是有可能有区域性 比较局部性的大雨或好雨出现 那一直要到明天 台湾这边的话 东半部还是容易有一些震雨 也是偶尔会有一些较大雨 那明天比较要注意的是 在西半部地区 在中午过后的话 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震雨发行起来 那尤其是在中部北部的山区 还有南部的地区 很有可能在中午过后 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 我们要提醒 虽然明天台风已经逐渐的远离 但是台湾附近水气还是蛮多的 所以在明天午后雷震雨 可能在持续到傍晚之后到入夜 可能各地都还是会有 零零星星下雨的现象 那到了晚间的话 那午后雷震雨就减弱了 好所以在目前的降雨的状态来散发 今天到今天晚上 可能东半部这边 还是要留意有局部性的 大雨或好雨出现的情形 风的部分也是这一次 在台风外围环流 以及东北季风影响上 比较明显的天气现象 那我们在过于这一段时间 包括在恒春半岛出现13级的阵风 蓝雨有14级的阵风 各沿海 尤其是在中部的沿海 普遍有11级的阵风 那今天的话 风力会开始逐步的减弱 不过还是容易在云林以北 到桃园的沿海空旺地区 恒春半岛 澎湖金门跟马祖 还是容易有9到10级的阵风 尤其在澎湖 甚至还有11级的阵风 所以我们还是持续针对这些地方 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整体的风力要到今天晚上 才会进一步的缓和下来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天 包括在澎湖 马祖 以及部分的北部的沿海 还是会有较强阵风出现 风势上有逐步减弱趋势 但是浪的部分的话 减弱趋势就比较慢了 今天当然各沿海的浪高 都普遍有来到3米以上 那到了明天 虽然风势上已经逐步的减弱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各沿海 浪高都还是容易到2到3米左右 甚至一直到礼拜天这段时间 在南部跟东半部的沿海 以及澎湖 还是容易会有长浪发生 所以在这个周末 虽然整体天气变得比较稳定 但是在沿海的浪还是相当的大 前往海边活动 务必要特别注意安全 而至于未来一周的天气的话 刚刚有提到了在26号水气还是比较偏多的 所以在东半部地区容易有下雨 那午后西半部地区也会有午后雷雨出现 那尤其在南部跟中北部的山区 容易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状况 那甚至降雨会持续到入夜 都还是会有零星震雨的情形 27号水气会逐渐的减少 不过环境上稍微有些东北风 因此北部东半部 还是会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震雨的状况 下一次东北气风增强 预计会是在28号届时迎风面 北部东半部的降雨也会增加 而另外在温度的部分的话 也是呈现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在今天开始东北气风减弱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白色 代表北部跟宜兰的气温趋势 在今天温度会回升到大概28 29度左右 那到礼拜六礼拜天 甚至会来到30度的附近 下一波东北气风增强 预计是在礼拜一 我们可以看到在北部 东北部地区天气 又是明显转凉的状况 甚至到29号30号 其实在北部台北这边的低温 有机会来到22度 我们不排除沿海空旷地区 可能会有比较接近20度的低温 所以温度在后期的部分的话 是有比较明显转凉的情形 而至于后期的天气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是今年第21号台风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今天早上8点的台风的路径图 那原本影响我们的韩美台风的话 在今天到明天会逐渐的往南海 往西前进 所以逐渐的远离台湾 那在今天早上8点 是在台湾的东南东方 大概2700公里左右的位置上 有另外一个热带性地区压 已经发展成为今年第21号台风 康瑞 这个台风预计在 28号 29号的时候 会逐渐的往西前进到 菲律宾东方海面 届时可能会有逐渐 北转朝向琉球方向前进的状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是预报上 好几天之后的事情 所以整体台风中心的浅势范围 还是蛮大的 我们还是有一些资料 它可能是北转的位置 会比较接近台湾 或者是另外一些资料 北转的位置 离台湾会比较远的状态 所以在后期的路径上面 我们津阳署会持续的观察 那无论目前的台风的话 在以这条路径 在台湾东方北转 台湾这边大致上下周 都是比较偏东北风的环境 所以就是北部跟东半部 这样也会比较多 天气在北台湾也会比较凉 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 虽然在11点左右 津阳署将解除 大规模豪雨的强化预报作业 但是东半部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 在今天还是容易有大雨 或豪雨出现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多注意最新的警惑报资讯 以及最新的气象资讯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 大规模豪雨事件的说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